2018年7月16号 讲专业、天赋、天职的秘密 好好地享受自己活在当下 做真实的自己 真诚的自己 诚这个字含有一个言 还有一个诚 意思是言出必行 做自己 多少人做着一件事情 想着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多少人在做着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工作 这绝对不会是天职 我们讲一下专业 你尊重专业吗 谈一下何谓专业 这个世界上有各行各业 有数学家、天文家、老师、医生 工程师、通灵者、灵媒、法师 甚至有耶稣、菩萨、有whatever 你会发现一个秘密 他们其实都只是在诚实地做自己 他们都是在做自己 而天职的意思是什么 职业、专业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谈到尊重专业 专业其实呢 简单来讲就是 你在你做自己快乐的路上 人家愿意付钱给你 而且那是你的专业 那是你的专业 什么意思 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弹钢琴 每一个人都有third eye 其实九成的人都有 真的有一成的人真的没有 那个可能是因为他们 有其他的任务 其他的使命 九成的人都有 但是今天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算路边卖芒果的 我今天可以在三秒内削完芒果 你可不可以在三秒内削完芒果 我今天这样就说 然后我当比方 我称自己为光行者 有人后来发现说 你这个叫Sharmon 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个Sharmon 后来我称自己 称自己我想要去注册登记 真的 我想要称自己为梦行者 因为今天OK 你会拿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大家都可以弹钢琴 可是成为钢琴家 你想要听 隔壁就在弹钢琴 你会想要付钱 去买这个演唱会 听到一个让你觉得开心 喜悦的这一场演奏会 这是另外一回事 人人都可以唱歌 但是唱得好不好听 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 人人都可以试着去考医生 但是你考不考得上是另外一回事 一里通万里通 再来第四点 除了我刚刚讲到三点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 第二个你专不专业 第三个 你可不可以把这些能力 在你提供你的服务的过程中 节省他人的时间 节省他人的时间 好打个比方 我今天我要买衣服 我可以自己做衣服 可是我做一件衣服 我可能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直接走到百货公司 直接走到这家店 原创的设计师 我花这个钱 我买了立刻 二十分钟 我买到这件衣服 实际上是在做什么 每一个专业是在 节省他人的时间 第四点 对这个社会有没有帮助 对这个社会有没有帮助 这是重点 这叫专业 那很多人说 那我在做这个工作 其实呢 我就符合前面三点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空虚 你如果符合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天职的意义是什么 你如果今天你在这份工作上 领了很多的薪水 你觉得对社会有意义的 可是你不喜欢 这会不会叫天职 会不会压缩自己的能量 会不会让自己没办法前进 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 对很多人都在早期的旅程 不然连我也曾经经过这个旅程 试图要当别人 当别人 这个人我很羡慕 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我希望跟他一样 有瘦瘦的腿 有这样子的 可是你不是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个幻象 虽然每一个人都相连了 但是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 不要说你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就是神 话有的时候 要在不同的时机点 对不同的人讲 他才会起得了效果 重点也是在 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你做这个行业的背后 对你而言 你快不快乐 对你而言有没有价值 快不快乐 跟对自己而言的价值是一样的 再来 对这个社会有没有价值 这一个职业 这一个你在做的事情 带来的是有益的 还是对自己 跟对这个社会 是有加分的 是生的能量 还是灭的能量 再来 你能不能赚到钱 如果今天 我很喜欢这件事 对社会很有贡献 这也是我的专业 可是我赚不到钱 那你就会被迫 被迫 被迫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那就不是 那可能就不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想办法 把自己喜欢的能力 以一个健康的平台 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 平台去把能量输出 而也可以得到尊重的一个过程 尊重是相对的 所以我讲尊重专业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今天我 我刚刚好去一家 面店吃饭 我要求 那个就是把肉换成青菜 那家很棒的 一家店 我就在跟他聊天 我就跟这个老板 老板跟他聊天 他说现在客人好奇怪 好多一直来吃 一直来吃 但是呢 又 常常批评 一直批评 好 一样的道理 如果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好 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就要尊重这个专业 也因为当你不尊重 专业的时候 其实你带给这个店家 或是带给 对方的能量 不会是 舒适的能量 尊重专业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我在取得这一项 取得这一项服务的时候 我有没有给予他相对应的能量 不然我们等于再投 能量不对等 当我们能量 每一次给出去 每次回收 都是健康的 都是健康的 彼此都开心 彼此都有成长 甚至在每一笔交易 每一次能量流动当中 两个人双方都是快乐 双方都前进的 这是最好最好的方式 我也希望这个世界 没有金钱制度 但是现在 现在 现在 现阶段 这个时间点 它就是有 它就是有 这是事实 我不能事实摆在那边 跟大家说 大家 所有 都去做公益 这样子是 我们必须要先填满自己的杯子 必须让自己不饿 我们才能够去协助他人 必须要让自己开心 真的喜欢这个事情 你出去的能量才会是不强迫的 才能够是帮助他人的 所以四点同时满足的时候 这就是所谓的职业的真谛 他要同时满足 这就是所谓的天职专业 今天分享到这边 2018年7月16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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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